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董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人旧版六年级下册第三课 古诗三首 我们这节课学习其中的一首 叫韩诗 好 上课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 请坐 诗的名字叫韩诗 它是唐朝诗人韩红所作 我们一起来看 关于诗人的介绍 韩红是唐代的诗人 自君贫 南洋人 是大力石才子之一 还是很有名的 音作了这一首韩诗 这首诗被唐德宗所赏诗 因而被提拔为中书摄人 因为艺术诗出了名了 韩红 诗笔法轻巧 斜景别致 在当时传领的很广 提到了韩诗 我们就得来说说韩诗节 韩诗节的来历是什么呢 韩诗节亦被称为浸烟节 冷节 白午节 在夏立的冬至后 一百零五日 清明节前的一二日 事日出为节时 浸烟火 就是那一天就不让生火了 只吃冷食 并在后世的发展中 逐渐增加了 祭扫啊 踏青啊 秋千啊 玩醋狙啊 千钩啊 斗鸡啊 等等风俗 韩诗节前后 绵延两千余年 曾被称为民间的第一大忌日 韩诗节是汉朝传统节日中 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 后来就因为这个韩诗和清明离得比较近 所以人们把韩诗和清明合在一起 就只过清明节了 韩诗节通常是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日 与清明节日期相近 韩诗节就在清明节的前一两日 新中国成立后 很多地区就把韩诗节与清明节等同了起来 在同一天过了 这是韩诗节他的来历 你看清明的活动 因为后来韩诗和清明都合在一起过了 所以你看清明这个时候 人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踏青啊 外出啊 插柳条啊 丹九上坟啊 祭祀啊 等等 活动还是很丰富的 关于韩诗节有这样一个故事 他的由来是怎样的呢 关于韩诗节的起源 有不同的说法 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 就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 晋国的戒子推 这个人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春秋时代 晋国的公子崇尔 逃亡在外 生活非常的艰苦 跟随他的 他的部下 戒子推 不惜从自己的腿上 割下了一块肉 让崇尔冲击 多么忠心啊 后来崇尔回到了晋国 做了国君 就是晋文公 他就开始封赏那些有功之臣 唯独戒子推 他拒绝了 他说我不想接受封赏 他就带着自己的老母亲 隐居到棉山 不肯出来 这个晋文公呢 崇尔就觉得 哎呀戒子推有功 所以对戒子推无计可施 他就想 让戒子推从山里出来 我好对你加官进爵 给你一些封赏 作为报答 但是呢 他就是不出来 晋文公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只好放火烧山 他把这个山烧着 他想逼迫戒子推 逼其下山 谁知道戒子推母子 宁愿被烧死 也不肯出来 最后 他和他的母亲就被烧死了 为了纪念 为了纪念戒子推 晋文公就下令 将棉山改名为戒山 并修庙立碑 同时呢 还下令 在戒子推遇难的这一天 就是他被烧死的那一天 寒食尽火 举国上下 不许烧火煮食 只能吃干的粮食和冷的食物 古代的人们都非常崇敬 用戒子推 他这种气节 寒食尽火的习俗 就被后人流传下来 形成了寒食节 这个特殊的纪念节日 这就是寒食节由来的 这样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 同学们 关于这首诗学习的要求 有三点 一 我们要了解诗歌的大义 有感情的朗读 并能背诵故事 二 我们可以借助注释 图片 了解想象诗中描绘的景物 三 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 那 我们逐项来学习 首先来看这首诗 你试着 先把这首诗 自己读一下 好 开始 韩食 唐 韩红 春城不处不飞花 韩食东风玉柳邪 日暮汉宫传蜡烛 青烟散入侯家 通过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你看春城无处不飞花 这个时候春季 这个时候春季羊柳绿了 鸟儿飞来春天的一派景象 那我们试着来齐读一下这首诗 韩食唐 韩红预备起 韩食唐 韩红 春城无处不飞花 韩食东风玉柳邪 日暮汉宫传蜡烛 青烟散入侯家 好 诗我们读通顺了 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他的大意 还要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 我们来看一下 韩食就是清明节的前后那么一两天 我们来看 要想了解诗的大意 我们可以借助注视 飞花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那个飞花春天的飞花 你还知道吗 那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柳絮纷纷飘落 日暮 日暮 是说这是什么时间啦 傍晚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武侯 武这个数字 是不是 你看啊 表面上来看 是指五个人 其实呢 是泛指王侯贵族 在东汉时同时受封的五个宦官 泛指王侯贵族 就是那些高官 那些达官贵人 我们来看诗的第一句 一起来读 春城无处不飞花 预备 请 春城无处不飞花 好 现在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我们来接龙 春城 春城无处不飞花 再来一遍 春城无处不飞花 好 不用老师提醒了 背下来 春城无处不飞花 真棒 那 我们来看 春城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唐朝的都城 长安 长安城里啊 现在到处飞的都是那个白白的柳絮 春天来了 那什么意思呢 找个同学来读一下 请你来 春天长安城处处飘飞着落花 好请坐 春天的时候啊 长安城到处飘的都是那个柳絮花 我们来看一看 我来说诗句 你来对意思 我们来对一下 春城无处不飞花 春天长安城处处飘飞着落花 我来说意思 你来对诗句 请坐端正 春天长安城处处飘飞着落花 春城无处不飞花 真棒 来看第二句 先读书再背会 预备 请 韩石东风玉柳鞋 试一试 韩石 东风玉柳鞋 再来一遍 韩石 东风玉柳鞋 很好 来看玉柳 玉柳鞋 这个玉柳啊 凡是提到玉 就是跟皇帝有关 皇帝的御花园里的柳树 你看看人家这个名字多好听啊 人家的柳树叫玉柳 就是皇帝御花园里面专门种的柳树 韩石东风玉柳鞋 什么意思呢 韩石节的东风吹鞋了宫中的柳树 来读一下 韩石节的东风 预备起 韩石节的东风吹鞋了宫中的柳树 很好 那我们来读一下 我来说诗句 你来说意思 韩石东风玉柳鞋 韩石节的东风吹鞋了宫中的柳树 真棒 我来说意思 你来说诗句 韩石节的东风吹鞋了宫中的柳树 韩石东风玉柳鞋 很好 三四句连在一起 我们来看这幅图 这是当时所特有的一种景象 你看啊 手里拿着蜡烛 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们把三四句歧读一下 日暮汉宫传蜡烛 预本 传蜡烛 虽然韩石节这一天不是进火吗 同学们 是不是 是不许燃烧的 不许吃热饭的 只允许吃冷食 但是宫侯之家 受赏赐 受赐赏 是可以点蜡烛的 有特殊情况 就是皇帝认为 哪个高官有功 可以作为特别的赏赐 传给他们蜡烛 你们家就可以点着 这是一份荣耀 日暮汉宫传蜡烛 清烟散入 母猴家 那老百姓家 可不行 不允许点火 只有皇帝指派的这些人家 高官的家庭 才可以点着蜡烛 傍晚 皇宫里忙着往外传蜡烛呢 鸟鸟的清烟散入 王猴贵族的家中 你看 那些地位高的人 在寒时节这一天 也与老百姓不同 因为皇帝的赏赐 他们家就可以点蜡烛 好 我们把这个译文读一下 傍晚 傍晚 皇宫里忙着传蜡烛 预备起 傍晚 皇宫里忙着传蜡烛 淮尿的车 淮尿青烟散入 王猴贵族的家中 哎呀 真是 那 我们来看一看 我来说 这两个诗句 你来说意思 看能否对得上 日暮汉宫传蜡烛 傍晚皇宫里忙着传蜡烛 青烟散入武侯家 鸟鸟青烟散入王侯贵族的家中 王侯贵族就可以搞特殊化 那我来说一次 你来对诗句 傍晚皇宫里忙着传蜡烛 日暮汉宫传蜡烛 鸟鸟的青烟散入了王侯贵族的家中 青烟散入武侯家 好的 那么作者写这首诗 当时啊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这首诗描写的是 古代宫廷寒时节的情况 诗人是以汉御堂 来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 他们的特权 是啊 韩时节就是不能点明火呀 可是他们却有这种特权 因为是皇帝特批的 以及宦官得宠 专权的腐败现象 当时有五个宦官都被封了 猴了 武侯 宦官得宠专权的腐败现象 让老百姓啊 非常的痛心 所以诗人韩红才写了这样一首诗 来讽刺他们 那么这首诗表达了诗人 怎样的思想感情呢 首先 他是一首 讽刺诗 这首诗描写了宫廷寒时节的情况 就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那种特权 以及腐败 表达了诗人 对宦官专权 跋扈的不满和讽刺 有不满 有愤怒 那么作者就通过这首诗 来写出来 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讽刺 你看 作为老百姓 在韩石节上 也比不了这些高官 他们就可以特殊化 他们就有特权 他们平时生活又非常的腐败 奢侈 专权跋扈 哎呀 老百姓都不满 还好 诗人韩红写了这样一首诗 就表达了这种情感 表达了诗人对宦官专权跋扈的不满和讽刺 同学们 通过诗的表面 我们要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那么了解了作者的情感 我们就读这首诗的时候 就融入其中 能把这首诗读得更好 我们再来试一遍 韩石 唐 韩红 预备 起 韩石 唐 韩红 春城 无处 不飞花 韩石 东凤 玉柳鞋 日暮汉梦传 蜡烛 青烟 散入 五猴家 同学们 青烟 能不能散入 老百姓家呀 不能 不能 那是因为 这些 五猴家 他们有特权 他们专权 跋扈呀 好 这首诗 表达的就是这样 一个情感 同学们 韩石 都写了哪些 传统的习俗呢 还有一些古诗 也写到了 传统习俗 我们可以查找资料 了解一下 同学们 韩石 写到了 哪种 传统习惯呀 在韩石节 这一天 要怎么样 尽烟火 只吃冷食 对 还有一种习俗 就是从皇宫里 可以传出来 什么呀 蜡烛 虽然韩石节 这天尽火 但是公猴之家 受赏赐 受赐赏 是可以 点蜡烛的 这是他们的 特权 那么 诗中提到的 这些传统习俗 我们了解了 别的诗里边 也有许多的 传统习俗 你想一想 我们背过的古诗里面 清明 嗯 很好 我们刚开始就知道了 清明这一天 我们要上坟 去给祖先进行 祭祀 嗯 对了 这就是提到了一些习俗 还有哪一首诗中提到了一些 还有别的同学知道吗 圆日 圆日 嗯 很好 请你来背一下 圆日 爆竹圣中一岁除春风送暖日图书千门万户同同日总把星桃换旧服 真好 请坐 那我们来看一下 清明 来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清明堂渡牧 预备 请 清明堂渡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御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桐摇指迅花村 嗯 是的 这就是写了清明节 那个时候的一些习俗 诶还有这样一首诗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来读一下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预备 起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唐 王为 独在一乡为一客 每逢佳节 被私钦 姚之兄弟 登高处 便杀诸与少一人 同学们来看 这首诗当中 提到了哪些习俗呀 重阳节那天要 插猪鱼 插猪鱼 而且还要 登高 登高 嗯 是啊 全家人插上猪鱼 然后登高 还有你背的那一首 元日里面 元日到过年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啊 放鞭炮 哎 放鞭炮 总把 新桃换旧服 相当于贴对联了 贴对联 嗯 对 同学们哎 是的 你看 这些诗歌当中 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习俗 以后这方面的知识要注意积累 再遇到类似的诗 一定要把它记住 好 同学们 今天呀 我们讲的 韩石 这首诗 你背会了吗 背会了 真的吗 嗯 那 好 加深一下印象 再把它读一遍 韩石 这几个重点 这几个重点 事物要记住 日暮的汉宫 船 蜡烛 清烟散入的世人 武侯家 对啊 想着去背啊 我们来试一遍 韩石 唐 韩虹 预备起 已经很棒了 同学们 已经很棒了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加深印象 韩石 唐 韩虹 预备起 韩石 唐 韩虹 春城无处 不飞花 韩石 东风 玉有弦 日暮汉宫 传蜡烛 清烟散入 武侯家 好 同学们 世人韩虹 通过这样一首诗 想向我们表达 对那些 宦官 专权 跋扈的 什么呢 不满 和 讽刺 讽刺 对 他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情感 这首诗 我们读熟了 基本被绘了 也了解了它的意思 也知道了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 这就很好 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 好吗 好吗 好